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人生哲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人生哲学第十一讲次的播放 我们这个讲次所要介绍的主要内容是人神合一 那么我们从这一周开始 有关这本课的讲述的所有内容 主要包含的是真善美圣的部分 那么圣这个部分所要谈的内容 基本上是有关宗教以及信仰方面的问题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主要介绍的大概包含 这个东方社会的儒家 道家思想 以及印度的这个佛教 还有西洋的基督教文明部分 那我们今天人神合一的部分 所要讲述呢 基本上是有关基督教的信仰方面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看 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这个 讲述的大纲的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分作两个大的这个架构 然后再分作细架构 我们看第一个有关是人神之分数 那么包含的是有关宇宙的主宰上帝 以及人类原罪与救赎 还有呢有关人神之和和呢 包含无极之大爱 以及信仰与永生的部分 那么有关这个 我们基本上我们今天人神合一 我们主要是要介绍 以信仰宇宙之间 有个最高的主宰的存在 这种宗教作为论述的一个重点 那么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面的话 这方面的这个信仰 比较完整的一个概念的话 大概是以基督教为原则 那我们就今天来做这部分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有关这个人神之分数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先 有这么人神之分数的一个界定 因为在基督教的这个文明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切入来介绍 但我们就选择一个切入点的话 先就人跟神怎么去分 然后人跟神怎么去合 这两个切入点来做 跟同学们做这个介绍跟分享 那么人神之分数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要跟同学们介绍 就是我们在基督教文明里面的话 要认识神有多么崇高 而人有多么卑微 就是说我们所谓人神的分数 就是从神的崇高 以及人的卑微 这个分界线 这个分野去做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就是说我们先看到 这个第一个 就是说神的这个存在的一个伟大性 就是说我们讲第一个宇宙的主宰 我们基本上就是上帝 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宇宙的主宰 上帝的一个概念的话 我们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是第一个要 在那基督教文明里面 先讲说承认上帝的这个存在 那存在以后 才能够进一步的话 我们看的信仰三部曲 来看看 就是说基本上先有一个概念 说上帝是存在的 这个推论 接着的话 基督部的话就讲说 上帝是很伟大的 然后呢 基督部才有说 信仰上帝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说 从上帝存有 到上帝伟大 到信仰上帝 这是一个信仰的我们这个三部曲 那么上帝存有 事实上我们从西洋的这个文明 这个近两千年来的话 我们讲是不断有提出 各种这个叙述的一种跟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打比方讲 就是说在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 进一步的这个扩充之后的话 那更有很多科学的这个研究成果 来证明 让这个基督教的人士的话 他认为证明了上帝是存在的 我们打比方讲 我们可以提出一种赞叹 就是说第一个 天体运行何其作密 就是说整个天体运行 为什么这么作密 第二个话 我们讲 世纪的变迁何其规律 我们讲说 这个几亿年来 几千万年来的话 天体运行都是这么规律 这么作密 那么这个在地球上的话 世纪的变迁 也一向都是相当的有规律 所以我们来同学看 就是说这个整个 我们就有史以来 有人类以来 然后更早之前的几千万年前的话 整个星球的一个运转 天体的运行来讲 都是无限的这种周密 无限的这个规律 那么我们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 在我们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上的话 也一样 我们来看 就是说在这个世纪的景观 世纪的花卉 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说春夏秋冬的变化 都是充满了这种规律性 那么再来讲的话 我们进一步来推论的话 就说哪怕我们就不要看天体 光看这个我们周遭 这个公园里面的花卉的话 我们注意到说 哇 不得了 这花卉为什么有千万种 而且每一种长得不一样 但是每一种都是 又美又神奇 同时如果静观 用这个放大镜的效果 用肉眼去看的话 每一个花瓣 每一个花蕊部分的话 它那个细致 那个颜色的美艳 我们讲说你要拿画笔 去描述的话 可能都 你除非受过专业训练的话 可能都很难去彻底地去传述 去表达这种花卉的 天然的这种美艳跟神奇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从这些花卉的美艳 跟它的一个种种 不同的品种中的 各有它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完美性 让很多基督教的信徒认为说 上帝不在其间操作 怎么可能有达到这个水准 我们讲说他们所谓的鬼斧神功 这个同学可以欣赏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上面的这个 由天体运行跟花卉的一个神奇性来讲 跟世纪的变迁的规律性来讲的话 就基本上的话我们讲说 因为依照如果人类的一个作为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水准 所以我们推论说应该有明明中 有一种神的存在在操作 那么这个最高的神 就基督教文明讲 那就是上帝 那就是上帝存有 那么这的话我们讲说谈到什么 信仰上帝的问题 当然中间我们前面讲到过了 就是说这么神奇的这个天体运行 跟花卉跟世纪的变迁的话 可见上帝的力量无所不在 而且上帝是很伟大的 那因为伟大 所以我们才会有对上帝的信赖 而因为上帝的一个操作的规律性的话 才使人类对上帝有一种信赖感 这可信 可依赖上帝 所以才有进一步的说 对上帝的一个信仰的问题 那么我们进一步的跟同学来探讨一下说 那么你相信上帝在哪里呢 你找到了上帝没有呢 其实依据一个信仰基督教的 一个家庭的小孩来讲的话 他可以不假外求 都认为说 我们看在整个社会上的话 到处都有教堂 尤其西方社会的话 教堂很多啊 而且教堂里面的话 这个教友 每个礼拜做礼拜 很多人啊 而且圣经的故事 圣经的出版量 世界上所有书籍是最大量的 从众多的教堂 众多的教友 众多的圣经的书籍的出版的话 那不是可以证明上帝就在那边吗 这是一种推论的方式 那么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 就是说回到最原本的时候 刚刚所叙述的说 哪怕说一朵花 你去观察一朵花的神 这个奇妙性 这个神奇的一个花的一个结构的话 你可以相信说 我已经知道了 上帝就在那边操作了一个整个宇宙 他就说这个来讲的话 都是可以这么讲 就是我们讲说 一个物性很高的一个基督徒的话 哪怕一朵花在手里面 他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说 一种最高的一个宇宙的主宰 他就在无所不在地操作了整个宇宙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讲 从古道经其实也没有一个人 看到过上帝在什么地方 因为上帝是至高 而且不可见的 他是抽象的 不可见的 他这个我们可以说 对西洋 对这个上帝的信仰 有点像东方社会 中国人 古人所谓对天跟道的信仰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看就是这个 中国人到宋朝也发展出一个太极图 这太极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 这个作傲复始 这种天跟道的一个概念的话 其实就是西洋上帝的这种概念 所以我们同学到这边的话 应该说我们再给同学复习一下 就是说先看到这个上帝的这种 有间接的证明 上帝的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然后对上帝的一种 对宇宙的一种循环性 他的周密性跟他的一个神奇性 来证明上帝的是可信赖性 以及上帝的一个力量的伟大 那进一步的话呢 就产生一个依赖感跟信赖感 所以就信仰上帝 大概是我们跟同学们可以做这么一个 就是说由上帝的一个跟人的一个分野 就是来证明上帝的一个伟大跟存在 接着的话我们来谈到第二个 这下一个标题 就是说有关什么呢 就是那个生存的一个慰藉 就是说上帝本身来讲的话 因为他有这种可信赖性 所以你就会对上帝产生一个依赖感 那么上帝西上话我们讲说 他也可以跟就很多人说了 上帝就有信忠 因为我相信 所以我就获得一种生命喜悦 那我们现在就来请台北商机师学院 何有基教授来讲一讲 他本身的一个个人的体验 就是说信仰一个喜悦的一个关系 我们来分享一下 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 简单地来谈一谈信仰与喜悦 那我的事先要声明 我这里所讲的信仰与喜悦 那么仅就圣经上所说的信仰 那么以及应求信仰而产生的喜悦 做一个权势 跟其他的宗教没有关系 那么圣经上说的 这个信仰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 那么究竟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跟未见之事的确据呢 我们简单地说 那就是所望之事一时 还没有办法兑现 但是我们却信他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实现 而有的这个坚定的信念和把握 这个就是我所要诠释的 他的意义 那么圣经上有一位叫 以洛的先知 那么这个以洛的先知 他是信服上帝 那么这个以洛的先知 他是尊主为大 那么他后来就被上帝接走 他是第一个 没有尝到死亡之位的人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挪亚方舟的故事 那么在挪亚方舟的时代 那么上帝看人心不古 那么坏到极点 所以上帝要毁灭人类 那么就叫挪亚了 就赶快做蕃舟 因为挪亚是一个好人 那挪亚就相信上帝 被人家笑 说你见什么蕃舟 挪亚照样见蕃舟 蕃舟见完之后 果然洪水晃浪 把所有的高山都遮盖 所有的大地都湮灭 所有的能处都死亡 那么挪亚就因着信 因此保住了他一家 八口的性命 这就是因信 而有的这个成效 那么圣经上说了 人假定没有信 他就不能够审得喜悠 那么其实信仰与喜悠 应该算是一件事的两面 互为表理 你信仰又坚定 你的喜悠就又增加 这是绝对不变的一个真理 好 那我们很感激 这个何教授给我们同学们 这个一个介绍 一个信仰跟喜悦的 一种诠释部分 那么我们以上 是从这个什么 上帝的一个角度 来谈来论述信仰部分 接着我们来遗误这个什么 遗误这个我们这个 卑微的这个人类的部分 来谈这个有关信仰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谈到第二个标题 人的原罪与救赎 因为在上帝之前的话 我们讲人人都是卑微的 而且都是有待拯救的 如果我们用一个 比较浅显的这个形容词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 上帝是人类的 种的一个心理的医生 他做什么事情呢 他上帝来拯救 人类的一个原罪 原罪 那么有关原罪的这个 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套开基督教的一个立场 我们来叙述 就是我们从这个原罪事实上 我们讲说这是什么呢 一种病 人类的一个 这个与生带来一种 一种病态 可以这么讲 那我们足以跟同学来 引导来认识这个原罪的概念 我们打比方讲 所谓病的话 我们讲说第一个我问你 你有病需要来医治吗 那么呢 事实上我们所以一般社会上讲说 去看病看病 我们在中国人社会讲了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有什么肉体上 有关你生理上 有没有什么疾病 我们来看看 很多每天穿流不齐人潮到医院去看 大部分都属于生理方面的疾病 但是呢我们进一步要来探讨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上的话呢 有关心理疾病我们又知道多少呢 根据一种推论的话 就是说几年前的推论的话 美国社会呢 有四分之一人口是有心理的一个疾病 那心理疾病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 我们打比方讲 如果说一个人在街道上走路的时候呢 会不由自主地去数那个砖块的一个数量 数红砖的一个数量 这也是一种心理疾病 叫做什么 强迫纤维 所以我们讲的话 就整个社会上的话 有关生理跟心理疾病的话呢 是数量跟种类非常之多 但是呢我们一般人只知道说 这个需要到医院找医生的 这些生理跟心理疾病的话 叫做有病的一个病患 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 从宗教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人性本身也有疾病 但是呢我们可以问同学们 你对人性的疾病呢 知道多少呢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论述这么讲 就是说人性本身呢 总有善跟恶病存的一个现象 那么善恶的病存之中的话呢 那有关恶的一种概念 恶的一种潜意识的一种 一种不断地冒出来 不断地跟善来对抗 来缠斗 那么这个恶的部分 我们就称为人性的 这个人类的原罪的这个部分 那么有关这部分 我们可以进一步跟同学 来这么样的叙述 就是说我打比方讲 我问同学说 你有没有产生过坏的念头 按照这个佛教讲法 人的一弹子就指头 弹一下的话呢 就可以产生三千个念头 代表有很多念头的这个状况 那么人在每一时每一刻的话呢 都有可能不断地冒出一些坏的念头 就像说今天一部车开过去了 你想会不会撞到人啊 会不会压得跟对方车子相撞啊 这是坏念头嘛 那我们进一步的举例讲 就是说今天我们看 一个妈妈让一个小女 让你上学的时候呢 就在门口盯着她啊 这个出门小心啊 这个过网路小心啊 然后呢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吃早餐啊 先吃过啦 你有没有这个 要不要上学 要听老师的话啦 一路上叮咛 那我看了小女生的话 可能女孩子呢 妈妈我听到了 我会做到了 好 她嘴巴这么讲 但是她的脑子里面散过去了 一个概念 这个老太婆真多说 天天老 老道念不完 去死好了 那么像这一种念头本身来讲话呢 就是一个坏念头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讲说 你明明 其实这个小孩子 她一直非常依赖这个妈妈的 但是为什么她那一散神之间的话呢 会有一种说 诅咒妈妈去死好了 去死好了 为什么那就是人的原罪 人本身来讲一个出自内心 出自天生的某一种劣根性 那么我们讲啊 人类既然有这个原罪的一种天然的一个劣根性存在的话呢 你就不可能按照基督教的角度讲话 你就不可能自我完美的去做各种百分百的一种完美的一种完美的一种人性的追求 就是必须假借外力 就是假借上帝的一个灵敏的一种条件呢 才能救赎让你登上一种不会去往恶的发展 往恶沉沦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讲说人性在理念 人性在理性上呢 是无法完全自救自己的人性 所以需要靠外在的一个援助 那么这种需要外源的 在宗教上呢 我们都称为上帝的一种需要性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地方就是让同学们知道说 有关原罪的概念 应该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体系里面非常重要概念 就是说人类呢 非常谦卑的发现 自己本身呢 没有那个条件 做一个完美的 做完整的一种朝善的方向发展一个本能 所以需要借用外在的一种全知全能的力量 来从事救赎的工作 这就是上帝的一个角色的存在的一个价值 好 接着我们来谈第二个一个大的一个项目 有关人神之和合 那么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 我们前面所总结部分的话就是说 人跟神的一个分这个区分性 上帝的和神的伟大 跟人的卑微跟原罪的这种区分性 那么我们也看出来了 人需要在人跟神的区分之下 上帝的无限的一种力量跟伟大 跟人的一种原罪跟卑微 的确存在这个 神对人的救赎的一种条件 接着我们来谈第二个大标题 人神之和合 那么首先谈的一个 第一个一个标题是 无极之大爱 那么我们讲说 这个上帝 他以这种满全的一种爱 他来拯救人类的原罪 我们讲说上帝 以满全的大爱来拯救 带有原罪的这个世人们 那么这第一个 就是上帝爱世人 第二话 上帝也要人们 以满全的这种大爱 来相互对待 所以耶稣劝勉世人 说最高境界 就是说你要爱你的敌人 其实我们讲 基督教里面提出这种 要爱你的敌人 已经把爱推到最高境界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请到 这个丹江大学 洪英宗教授来跟我们谈谈 爱敌人 有关爱敌人这件事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我认为有以下三点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第一点就是 上帝就是爱 神的爱没有分种族性别 没有分男女老幼 他爱普天下每一个人 所以在圣经的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这里特别提到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相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想从这样的一段经文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 上帝爱每一个人 他愿意他的爱被每一个人得着 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 他说他是好牧人 他爱他草场上的羊 我们都是他草场上的羊 所以我们要说 不管是好人 不管是坏人 其实都是能够活在上帝的爱中 圣经上也说 日头他造好人 也造歹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爱敌人呢 因为他也是上帝所爱的 那么第二点 我们要说呢 我们以人的眼光来看 的确有很多人是不可爱的 他们常常得罪了我们 甚至攻击我们 毁谤我们 伤害我们 这样的人 叫我们用自己的力量 用我们自己的爱去爱 说实在真的很难 一个人 他唯有体贴到 神在他身上的爱 那个非常奇妙的爱 他才有那样的动力 去爱他的敌人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好的见证 他们都是因为被上帝的爱感动了 以至于他们去爱他们的敌人 爱他们的仇人 爱那夺去他们家人 生命凶手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些见证 所以我们能爱 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 那么最后一个呢 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 他说爱多呢 赦免也多 我们人类呢 常常在思维上面呢 很容易在公义跟慈爱上面 好像很难摆平 为了追求公义 就不知道怎么样子 去发挥我们的慈爱 上帝给我们一个原则 他说连续是向审判夸胜的 我们能够爱人的时候 其实呢 赦免也就跟着来 因为我们原来都是罪人 不仅别人是罪人 我们也是罪人 我们以为我们没有罪 其实我们也常常得罪上帝 当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敌人 我们能够用慈爱 对待他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就更多的 在上帝的爱里面 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 更教导我们说要爱人如己 我用以上这三点来跟各位分享 也让大家更知道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是怎么样子来告诉我们 爱敌人如己的 好 经过这个 红一正教授的介绍 我相信同学们的话呢 对有关这个基督教的 有关这个爱本身 一个最高境界的 爱你的敌人 这方面来讲的话呢 可以给我们对这个 这方面有个相当深刻的认识 那么我们最后来谈到一个标题 就是有关信仰跟永生的这种关联性 我们讲这个基督教里面所谈到一个最终的话 就是说能够让我们个人的一个生命 个人灵魂的话呢 会回到上帝的身边 跟上帝合而为一 那就是获得一种永生 那么我们讲 话说回来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一种 就无限无极的一个大爱 那基督教所谓爱的话呢 其实如果没有一种非常坚定的一个信仰的话呢 你怎么可能会这么好的 这么容易去每天无时无刻的 做一个最高境界的爱的一个体现 所以我们讲说无极的大爱来自坚定的一种信仰 而这个坚定的信仰的话呢 也是获得永恒的生命的一种不二法则 这从两方面来讲 第一个话呢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生命 永生的一种念头的话呢 你也不太容易有坚定信仰 那你没有坚定信仰的话呢 也不太容易获得一种永恒的一个生命 一个信念 它是因果互相来循环的 但是呢我们讲说 我们人类的一个 在那基督教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说人类的一个生命的话呢 最终要回到上帝的身边 获得永生 这可以获得最后的一个喜悦 但是永生本身的话呢 它是没法验证的 它也是要靠你的一个信 就是说信不是由你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跟同学讲 你不信 你就没办法呢 就是获得这种永生的一种喜悦 跟永生的这个许诺 但是你信你以后呢 你就进入基督教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信念体系里面来 这个地方是因果也是互相循环的 所以我们讲说 今天我们所介绍这一部分的话是 纯粹由基督教的角度来做基督教本身的一个信仰的一个 从哲学角度给同学来做介绍 好了 那我们接着回顾一下今天所介绍的单元的话呢 同学看看 就是说包括这个我们讲这两个部分 人神之分输 人神之和和 四个方面 那么我们下个礼拜要介绍的内容是谈到生死合一 就是谈到人类必然的归宿死亡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各位同学的观看 我们下礼拜见